那您还记得您第一次拍摄的 就是吸引您端起相机 拍摄的那一张照片是哪一张吗 在广西溶水一个小山村里 发现一个年轻的妈妈 背着孩子在教书 是这张吗 对 对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这位老师之后还有联系吗 包括他的家庭和孩子 他爱人是中学的校长 他是小学的老师 他依然还在当老师 在当老师 但是他已经在一个西方小学当老师了 条件好很多了 对 我觉得对这孩子来说 这张照片挺珍贵 他知道他自己小的时候是怎么长大的 现在呀 那个小姐姐是一个公司的董事长 这个小妹妹这个她呢 是整个那个大公司的一个财务总监 哇 不得了啊 不得了 这就是从小在课堂被熏腾 知识感觉没有 对 全家都是重视教育 对对对 成了一缩影 您那个时候去到那些地方 大概要花多长时间呀 我第一年不是去了12个省的 28个县吗 那是整整一年 就是您走到这些村子里面 当时做的交通工具什么 也那个年代 也没有什么车 这工具呀 绿皮的火车吧 经常坐 在火车上 我也找任何机会拍片子 谢谢 谢谢